丝绸之路绵延千里 驱车行驶在戈壁之中 仿佛还能听到千年前的驼铃声 瓜州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但因为旅游名气不大 可能很多来到西北旅游的朋友会忽略这里 其实瓜州就像是一个富有诗书 但又很内敛的一位诗人 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瓜州 我对瓜州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瓜州的瓜摊 我记得我们原来走河西走廊的时候 在高速服务区上就能够看到很多的瓜摊 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瓜州县城 今天咱们就转一转县城 看看这边的瓜到底多少钱便宜不便宜 瓜州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 是甘肃 新疆 青海 内蒙四省通渠之地 瓜州呢拥有四千年的悠久历史 有厚重的文化积累 在这里呢 由于墨高窟齐名的榆林窟 有玄奘奖经的索阳城 还有震撼心灵的大地之子 海市蜃楼 更有香甜可口的蜜瓜 每一个特色都值得我们亲自去看一看 尝一尝 瓜州因产蜜瓜而得名 相传在西汉时 张谦出使西域 来到这一带忽然染上重病 卧床不起 多方寻衣无效 直到有一天 一个江湖郎中来到了张谦的住处 在切脉之后 说这个病啊 是因为有心火 吃瓜便可以治愈 张谦吃了瓜之后 病很快就痊愈了 在张谦完成使命 回到长安之后 想到腊月德瓜救命一事 便亲自呢 给此地起名为瓜州 瓜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安西 当地的朋友对这两个名字 是各有所爱 但是瓜州这个名字 历史是更悠久一些的 在唐武德五年 正式有了瓜州这个名 后来是到了清朝 才设置了安西府 意思呢 就是国家统一 西方安定 在民国二年呢 改为了安西县 安西这个名字 一直沿用到了2006年初 也是在这一年 经过商议决定 把安西县又改成了瓜州县 瓜州的四面八方 都是沙漠戈壁 而这里作为西行的重要驿站 又有树落河的滋润 自古就是一块难得的绿洲 现在人们不管是去敦煌 还是直接过柳园 新兴侠 进入新疆 都会路过瓜州 瓜州这里住宿 饮食也都是比较方便的 走在瓜州的街道上 我们可以看到 绿化非常好 空气中也是比较湿润 时不时的 还能够嗅到瓜果的清香气 瓜州也被称为 是我国的蜜瓜之香 所以来到这儿啊 一定要品尝的就是特色蜜瓜 现在在我们的对面就有一个瓜摊 我现在是被它的声音吸引了 它说蜜瓜一箱十块 我要去看一看 是什么样的品质的瓜 蜜瓜一箱十块 这瓜的口感特别的好 确实甜 这边黄色的瓜是两块钱一斤 我们要了四个黄瓜 一共二十九块钱 再加上这两箱网门瓜 一箱十块钱 一共四十九 除了蜜瓜 瓜州的风也是特色 这里有着世界风库之称 听当地人说 在这儿是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 唐朝诗人陈申 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就是形容的这边风大 正是因为风大 所以风力资源量就大 风能资源可利用的面积 达到了一万平方公里 年风能总储量达到了两千五百万千瓦 目前呢 这里已经建了三十九个风电厂 有各类的风电机组 四千六百七十多台 占到了甘肃全省风电总装机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八 可见这里的风能储量有多大 很多朋友都有疑问 楼船夜雪瓜州度 还有京口瓜州溢水间 这两句诗里的瓜州 指的是不是九泉了这个瓜州 其实不是 这两句诗中所说的瓜州呢 是在如今的江苏扬州一带 自古以来 瓜州就是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 以后大家如果再有机会走到这里的话 一定要来感受一下瓜州的魅力 我们在这边吃了一个晚饭 买了两箱瓜 加上一袋瓜 这边物价呀 确实还是不高 尤其是瓜呢 是更加的便宜 看来还是要到什么地方 吃什么特色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